但愿来个惊喜吧 许个愿吧 钢六甲精魅吧 别挠 这就对了 今天有福了 再来个钢铁头 行吧行吧 不能要求太多 再来把精魅就行 还行 被选 不慌了 这就更好了 稳了 这就没有悬念了吧 很好选 钢六甲 普通头 钢铁AK吧 就看他顺眼 虽然秒伤害不太高 但钢铁支线的稳呀 那必须得浪额 钢六甲都穿上了 要的就是装备压制 拿来吧你 就是子弹多 怕不怕 上面怎么还有一个 不会吧 不会下来吧 你还真来 完了 这些人怎么专条头打呢 钢六甲不白穿了吗 一会儿一个急酒包 不会吧 不会俩死光吧 弹走一个六啊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貌似又来人了 很好 继续装备压制 可惜我枪伤害不高 但秒个四甲还不简单 哪跑啊 老实趴下吧你 怎么还有一个呢 根本打不完 怎么上去的呢 不重要 反正都是盒子精 我知道了 你露馅的 藏好吧 别出来 麻烦问一下 这招你该如何应对 悲哀 还不如拼一下 他真是个悲哀 不过今天怎么回事啊 全是紫的真过分了 无了个大雨 行了 你也看半天热闹了 轮到你了亮仔 吐了呀 你在这么玩的 捅了紫光的窝吗 打了半天差点没赔上 诶 等等 又有脚步来了 这么热闹吗 一个接一个 拿捏他 突然安静了 他不会还想 汇水摸鱼吧 这么天真啊 让我看看 好家伙 离谱 都到脸上了 还这么稳 反正我算看出来了 紫就紫吧 不在乎了 这种时候 只有辐射区能拯救我 再穷也得几百万吧 这个时间刚好 进去收割 剧本我都写好了 直接上 只有他担惊受怕的份 此刻他只是个猎物 这里预判一下 敌人的动向 如果我在这个位置的话 猜他会不会爬楼梯上来 他来猜对了 这波操作我眼花缭乱 自己都看不懂了 不过不重要 成功拿下 怎么样 聪明反备聪明误吧 总算掉6级了 真不容易啊 而且还意味着 辐射区归我了 依然满载而归 子弹多就是优势啊 对手是妹控的话 就他那几发子弹 轻轻松松就骗光了 如果让我在AK和妹控中选的话 对不起 我选妹控 开始搬砖 肥到肥鞋 留下的箱子还不少哈 我都快装不下了 勿往我人品爆发出个钢铃奖 话说这还是第一次开到呢 现在暴力可真低 嗯 行了 最后几个搞定准备返回了 此时估值已接近500万 撤 我就知道辐射区能拯救我 有时只靠打人是真不行了 成功返回 收益400万 还有点没过瘾啊 怎么办 好不容易穿好装备 必须再浪一次 还有这种好事 打扫金蛇了 没事 大残而已 他加他的血 我正好冲过去 地上什么东西 他不会吧 他不会慌乱之间点错了吧 真是个悲剧 让我看看 竟然在打急救包 早干啥了 这能不上 不好 又没子弹了吧 咱别的不多 就子弹多 他也太惨了 一身装备没剩几个了 我要是他得憋屈的不行 呀 怎么又来了 这能说 没打头吗 描的挺准的呀 这就郁闷 算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